作词曲 李宗盛 《刘晟宇》和《刘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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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走到 无你继续下去 我真的想自杀死他 他就說我真的頂不住了 叫僵硬人綜合症 是一百萬人才有一個 吃什麼嘔什麼 吃什麼嘔什麼 嘩 痛到好像死一樣 四肢是剩下了一盆骨 覺得好像沒有一個生路 金融化 要很努力 發生之前想著將來很快可以退休了 記憶力就開始很多東西都忘記了 如果可以的話就天天寫日記 記到每一天經歷的東西 坐落在385米土地上的芝加哥植物園 是世界其中一個最大的植物保育科學園 由芝加哥市開車來 只需要45分鐘 每年有超過100萬人來到這裡參觀 園內設有27個主題園區 包括有東方和西方色彩的園林 這裡花位千枝百態 種類獨特繁多 植物園裡還有湖博和小瀑布 孕育著各種生命 植物園有一個特別使命 就是保育罕有的植物 令牠們的種子得到保護 可以繼續繁殖 植物有罕有和普遍之分 疾病也是一樣 Jennifer在2011年 不幸患上非常罕有的疾病 直到今天 她仍然要靠拐掌出入 有一次就發覺自己 我的下半身不聽話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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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周圍找醫生 我們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專科體 搞了兩三年 都沒有人知道什麼事 不過我很開心 只是下半身 如果影響了我上半身就很大 因為我上半身 我的肺和氣管 是很敏感的 在香港出生的Jennifer至少體弱多病 雖然從小學到中學 有不少時間會因病停學 但她會積極面對 今次都不例外 最初那些醫生都說 你的肌肉不聽話 我一聽見肌肉不聽話 肌肉 我現在還年輕 無論如何都要去走 拿著拐掌 後來拿著拐掌不行 那些人跟我說 用活動 一兩個手 然後慢慢慢慢 由冬天開始 一凍 腳直接不能走 用很多時間 用很多錢 用很多心機 最後說 其實不是 原來又不是這樣 但吃的藥 已經吃了很多藥 當她吃藥 當她吃藥 所有的副作用都出來了 手 生粒粒 呼吸 有時會脫髮 眼睛 有些問題 花了兩年時間 沒有醫生可以找到Jennifer 究竟患了什麼病 已經相信主耶穌多年的Jennifer和Keith 發覺他們一直都是靠自己 她的心其實都是覺得自己搞定 經常自己到處去找名醫 找人介紹 沒有張神放在第一位 沒有想過 我們應該靜靜地去求神 於是我們就一起去祈禱 求神幫我們開路 是一個中國女醫生 我跟她說普通話 她驗到我 我懷疑你是有這種心臟 是一個很常的病毒 但你很遲 她先驗一下她 誰知道醫生一檢查 某一種很特定的T-cell 她的腰部發生了很多T-cell 就是這個問題 身為診療後 有一個 叫僵硬人綜合症 是一百萬人才有一個 那時候很驚訝 但也很開心知道有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怎樣應變 Jennifer和Keith都是香港人 她們因為學業和香港回歸的移民潮 而來到美國 她們在大學認識 同樣修讀電腦 畢業後很快就結婚 當時兩個人都將事業放在第一位 就是寫報告 工作狂 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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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甚麼去學 初頭很順利 其實我們兩個一齊出來做事 兩個做IT的事 不需要供養父母 父母還是上班的時候 也沒有其他負擔 人工也好 我們其實買甚麼都可以 那時候心想 應該怎樣去計劃將來 想到很遠很遠 想到買房子 買車又回家 那就買房子 買一間又買一間 然後租出去 覺得一帆風順 將來很快可以退休 應該 自己可以安排在一起 那時候我就做了Agent 去做買房子 他正懷有身人 突然間 不知道做甚麼事 整身 整身糾震 有一晚 他有我們的寶寶 應該五六月 就去到 睡覺 無端端把床震 我馬上說 沒有理由地震 開燈看 他好像 中國人說 鬼上身 整個人在震 不是行微震 是彈 我跪下祈禱 跪了很久 都沒有停 所以我打救了一天 醫生就馬上檢查 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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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做了 Kith說 你知道昨晚你做甚麼 我做甚麼 我為甚麼會去醫院 他說 你自己不知道 我不知道 後來就發現 她的腦 過一段時間後 才知道 她的腦是有些症狼 就是令她有症狀 就是養癥 那時候開始知道 糟了 我寶寶有沒有事 我真的突然間很害怕 有個女兒來 沒事吧 然後我第二句 立刻問 在那一刻開始 已經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大女出生後 Jennifer成為全職媽媽 她的陽簡症 亦因為藥物而得到舒緩 兩年後 Jennifer再生了小孩 一家人生活開始穩定下來 這段平順的日子 維持了大概十年 直至2011年 她被確診患上僵硬人症 要開始接受治療 那時有食藥 但是那時的肌肉層 亦都慢慢慢慢開始增加 如果晚上有肌肉層 是以鐘頭計算的 那時真的很難受 她是全身避幾個鐘頭那種 我可以想到是挺痛苦 但是每當她說她想死 她要捐小器官出去給人 我很傷心 我們有兩三個姐妹 都有去她家看著她的 特別是有護士來她家 在家裡跟她下藥的時候 護士都說 你們有人在這裡要看著她 最低限到一個小時 她是長期在床上 她的生活就是在床上 隨時進入醫院 如果你是要照顧自己 還要照顧小孩 是非常困難的 真的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可以處理到的 醫院一直寄一些錶過來 美國的醫療系統也很差 其實那些錶很暖龍 那… 金融方面 要很努力 那些錶多也不得了 披也都披不完 好像 Jennifer 飽受病患困擾 脾氣變得暴躁 夫妻關係 亦因此大受影響 想到些什麼就說 好像都不去 不去filter一下 那些事情就說 其實是對別人很傷害 覺得經常被她罵 經常被她發脾氣 又不知道隨時去哪裡 醫院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被看了那些錶 很煩的 未信主的朋友都說 你為何要這麼辛苦 你給這麼多錶 很容易 你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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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自己揹好錶 那她沒有錢 那她就奪回 奪回 奪回便可以了 後來 Jennifer 服用的藥物 開始失效 病情不會放月下 最後 醫生建議她 接受一種新的治療方法 那醫生就跟我 和我先生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現在嘗試用 一個 去醫治 去醫治 那個 就是把你的爆血球 清洗過 再注射回到你的身體 他們都說明 當我是一個 試驗形式去看 因為你是我們第一個 有這樣的病的人 做植物肌之前 你要做六次花療 你要有一個月 是吃一些特別的藥 你會有很多副作用 真的一個月裡面 瘦了十幾二十磅 只剩下骨頭 還有沒有頭髮 去醫生那裡 驗一下血 驗一下全身 看看我 是否準備好做植物肌 痛到好像死一樣 人家通常是兩星期 至四星期 隔開才做一次 因為太辛苦了 它是每天一次 可以想到是幾辛苦 是六次連續 吃什麼吐什麼 吃什麼 吃什麼 做完第一次化療 都沒有什麼 去到第二和第三次中間 我有一點 如果我大膽一點 我真的想拔口 就是自己 我真的想自殺死了 我真的受不了 那很奇怪 我不知道做什麼 又突然間有個金句說 我的因典是救你用的 在軟弱的人上顯得完全 今天 Jennifer在教會彈奏詩歌 一向喜歡彈琴的Jennifer 終於戰勝病魔 可以重拾自己的興趣 Jennifer因為幻想僵硬人症之後 在2015年 接受一種暫身的治療方法 醫療程序包括先接受 連續六日的化療 將身體的血清洗 然後再注入自己的幹細胞 做完健康 它沒有了免疫力 就開始將 treat過的stem cell 自己的stem cell 打回去的時候 我身體就以為是一些 外來的墨體 打回去 立刻 所有我以前見過的東西 一次過 都出來 譬如全身 好像鬼上身那樣震 去spasm 直至肺 直眼反了 呼吸不到 連續很多小時 他們的診療程序 就是馬上送到療程序 之前我和主診醫生 大家談好了 不能下療程序 因為下療程序 第一件事 呼吸不到氣 就是立刻插喉 如果插喉的時候 一定會有菌 就算是最乾淨的地方 也會有菌 下療程序是死的 但是醫院的診療程序 就是呼吸不到 心跳低於某個程度的時候 一定要下去 那屁股的頭部 就帶了幾個醫生上來 就說要拿人 要將他推到下面 所以我們就 push back 我們不讓 不可以拿 我們去到地步 就是抓住床 一邊有幾個醫生護士 我和另外幾個醫生護士 就是幫他 就是按了床 不讓他拿走 這樣就罵了 在那裡揮 揮了一晚 那個護士越穩越多 後來找到保安 說我們處理得不好 因為要罵我醫生 後來我們就不理了 把門移過去 不准進來 按住床 到天亮的時候 他就停了 這件事就完了 但是我相信 中間不是那麼簡單 我相信神器有介入 幫助他掛了這個難關 第一 我先不用養起筒 我可以跟先生說話 對我來說 沒有養起筒 是很難得 他的心跳 上壓 是有三位數字 已經很難得 所以我知道 OK了 就是這樣 很放鬆 好像 開始了虛症難 我覺得很光亮 在上帝的保護下 Jennifer對新的治療方法 有相當好的反應 而當她昏迷後 騷醒的時候 出現了一段小插曲 看到一個男人在他的房間走來走去 為他打打點點照顧周祥 他就在想 這個男人一定很重要 但我不認識他 這個男人 叫Keef Chan 是的 我只知道我跟他有關係 但經常在想 什麼關係 很奇怪 當我一眉上眼 真的很累 讓我做了一個夢 就是夢到 這個Keef Chan和求婚 即是我老公 然後我問 Keef 你是不是我老公 你終於知道我是你老公了 因為我知道 他怎樣和我求婚 拿著玫瑰花 戒指櫃在我面前 他說當時 Keef搬起到 就好像 他求婚 被他接受的時候 那一刻 所以他們 兩個一起在那裡 歡喜快樂 為了維持治療的成效 Jennifer 仍然要服用藥物 而藥物 帶來不少的副作用 因為其實 吃藥 是有Double Vision的 那些副作用 導致我的眼睛 所以我要用拐掌 才能走到 還有你走出外面的地方 如果上樓梯 我是比較麻煩的 我很感恩 我沒有震 我下半身 但是我的羊繭症又回來了 但是那些是很輕微的 羊繭症 我會突然間 有Unconscious 五至十分鐘 這樣 定了 但是 每個月都會有一次的了 所以我現在都不能駕駛 去哪裡都要靠老公 保持我 記憶力就開始 很多東西都忘記了 那些藥 我看見都挺重的 多少mg 我需要這麼多mg 我自己也是 但是醫生要你吃 你沒理由不吃 也有些朋友 很多都做醫療 他說 你沒辦法 你一定要吃 你吃了這麼多年 他說 幫你的腦部 運作得好 還有可以休息 但是他說 你預料了 你是沒什麼記性 當然 你現在開始寫一下日記 如果可以的 就天天寫日記 真的可以幫助我 記得每一天經歷的事情 藥物其中一個效用 是令Jennifer的腦袋休息 不會發夢 但是很奇怪 她在三個月裡 每天都發著相同的夢 醫生都不相信我會發夢 這件事 還有我問過醫療師的朋友 你發夢? 沒有可能發夢 沒有人 一個人都說 總之所有專業的人都說 你沒有可能發夢 然後我開藥給我的醫生 他簡直是在North Weston 教醫學院 他說你說笑 總之你一睡覺就發夢 有一個主日 剛巧說到耶穌釘十字架 我說Pastor Raja I have a dream every night What dream? 我告訴他 I just see the image 就是耶穌釘十字架 他向天上望 seems like he is going to pray for us 但有些人拿他的衣服 他其實說了些什麼? Pastor Raja 我問他 他說 Hey, I know you should read Luke chapter 23 I believe God want to let you know something 那我就去看 God's spoken to his people in and through dreams and visions and I believe that's part of the purpose of why she had some of those dreams and how he chose to reveal himself to her 原來Exactly就是 《路加福音》23章那裡說的話 首先他讓人在照他 他就跟他說那句話 就是 父呀,原諒貪文罷 貪文做的事,貪文不曉得 甚至現在五年來 我一想起這句話 有時想哭 可能神是想我 就是你謙卑一些去做人 想起以前 就是做過很多不對的事 就是 說話 得罪人多稱呼人少 就是令我那些很自大 當我照顧過Jenny Phuong的時候 當時我覺得她也挺討厭 不好意思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她很自我 我忠心很自大 經常說話 都是不離開她自己 找名校出身 她怎樣優勝過人 那些事情 但是慢慢看見很不同 她看人看事 是正面了很多 她無論是對人 或者她說話 都是很不同的 不會像以前那樣 得罪人 她自己都不知道 生命經過歷練的Jenny Phuong 性格變得溫柔謙卑 夫妻關係 亦因此更進一步 現在好像一個新開始 以前艱難的事情過了 好像老夫老妻一樣 覺得都經歷了難的時候 感恩神在我們最難的時候 都跟我們一起 感恩神給頂姊妹我們 給我們的教會 一直支持我們 深深感受到上帝和教會朋友的愛和支持 Jennifer決定以愛還愛 熱心向芝加哥的華人同胞分享神的愛 知道她參加了芝加哥的短孫報導團 我看到她的改變 我覺得她 真的很佩服她 她的身體 仍然這樣為神國 作供 去China Town 跟華人的家訪 去餐廳 跟別人真的傳福音 跟著有些剛剛順利住的人 又一起吃飯 十二月聖誕節 一定是補佳音 她很生氣 我們外面的人都覺得 或者她太辛苦了 你休息一下 坐下 但可能她說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我愛你 哈花家 你一生快樂 展翅高飛 一个全身的你 因为我自己的记忆不好 我不只是写日记 我每天都坐在这里有一个钟头 为自己祈祷,为人祈祷,为教会的人祈祷 她祈祷的期很长 每天是一大段时间可以祈祷 一大段时间写自己的日记 她感恩 我看到她信靠神比以前大很多 For Jennifer, she's had to learn that God has some sweet things some victories in her life as she goes through these trials 虽然经历病患和治疗 令Jennifer的益力受损 但她没有忘记 上帝在她生命中奇妙的医治和带领 这份爱的记忆 令她软弱的身躯 绽放出生命的光彩 你的生命都可以不再一样 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 请你现在就致电欣语热线 或者登入欣语之声的网页 和我们联络 愿神赐福祢 愿神赐福祢 也愿意接受 别害怕她知你难受 别害怕她知你难受 但当愿若如困忧 不顾忧 不需要再惧怕 耶稣别拯救 让你一生快乐 展翅高飞 一角全身的你 滴滴恩雨 滋润普世华人心灵 恩雨之声以世界各地华人 经历耶稣基督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 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努力